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心校正功能 什么时候要用到这个功能呢 基本上我们的机器的CCD跟主轴这两样 CCD如果说有拆动过或者主轴有拆动过 必须要做这个中心校正 如果这些都没有动过 中心校正是不要的 中心校正的意思就是说 校正我们的CCD影像跟这个主轴头的中心的一个距离 上下前后这两个距离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多少 那我们需要一个校正 那校正的方式呢是点选我们的中心校正 按我们的启动键让台板进去 按我们的启动键让我们的台板进去 那选取我们固定比较牢靠的一次的 这个板边或者是说报废的基板 类似于这个类似于我们这个盧温测试 可能要做一片报废的基板 那我们来看中心校正就是说 我在这个地方 我们找一个没有孔的地方来做一下切割 中心校正我们在这个地方 找任意找一个地方我们点选撞孔这个按钮 按住它不要放 好这一轴会慢慢的下降 在基板上撞一个孔 那撞完它会提升自动会回到这个中心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上下左右的一个误差 那我们选我们最小的一个倍率 做一个精确的一个调整 用这个SY的这个方式 我们来调调到我们这个红色的这个圈 给我们撞的这个孔的实际是重叠的 那这样子我们的这个中心校正 点一下校正就已经完成我们的中心校正 那基本上这个校正是由工程师来管理的 那这个一般普通的作业员 它是这个中心校正它是不能教的 这个权限里面会有一些详细的一些 权限的一些开放 那你要开放给谁做就让谁来做 那一般我们不建议作业员来做这个 那当然说经过培训 它是可以上岗的它就可以做 那这就是我们中心校正